美国军事专家称定向能武器将在未来引发武器革命 中国的激光武器甚至能摧毁整支舰队 这种武器真的有那么可怕吗 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 武器史上的每次变革都对战争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冷兵器到热兵器可以说是构成了全面的碾压 而未来又将朝着哪个方向发展呢 有人说是电子武器 有人说是核武器 但更多的人认为 在未来定向能武器将会成为主流 并引发新的武器革命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援引国防杂志的文章称 Gobo Data公司军事专家努雷廷·塞韦认为 像激光和微波武器等定向能武器 拥有在未来改变游戏规则 以及成为革命性武器的巨大潜力 努雷·塞韦有如此论断 是因为通过对美军近期进行的总体调查发现 美国在最近两年内 投入到定向能武器研究开发的资金 从5亿美元提高到11亿美元 增加了一倍还不止 今年4月份 为了保护在境外的军事基地 免受频繁的无人机袭扰 美军决定增设三种激光武器 来对诡秘莫测的无人机进行打击 而美国雷神公司提供了 这三种激光武器中的两种 一是适用于MQ-9死神无人机搭载的 高能激光武器HELWS 另一个则是被称为 香味炮的高频率微波武器 在对打击精度有较高要求时 激光武器能够提供更好的远距离打击能力 并造成实际性的物理伤害 但是一旦超过视距范围 激光武器就不适用了 而微波武器不仅能利用高频率的微波 对敌方人员进行大范围的伤害 还能对电子设备造成巨大破坏 能够瞬间瘫痪敌方重要的通讯指挥系统和作战设备 尤其是对付无人机群效果最好 我国在定向能武器领域也真正走在了世界前列 早在2016年 我国的一项高功率微波武器问世 其研发团队直接掌握当年的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英国媒体在对该技术进行分析后称 中国最新的定向能武器技术 可以在不射出一枪一弹的情况下 瘫痪对手的坦克集群 击落空中战机 甚至摧毁整支舰队 而据中科院的报告显示 其已经在实验室实现5000万亿瓦功率的超强超短激光放大系统 如果运用到激光武器上将会拥有比核弹还要恐怖的威力 虽然目前定向能武器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 限制其发挥出完全的威力 但是正如火枪刚发明的时候 还不如弓箭好用一样 定向能武器的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 今后随着各项技术的不断成熟 定向能武器或许会彻底替代今天的枪械 成为战场的主流 一如我们在科幻电影中常见的激光枪 也许不日就将实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